生长的速度也很快 再来看一下这颗风车茉莉 上一次给它打了顶之后 大家看到没 下面的生长速度快了很多 看到没 这一个 我都已经稍微给它做了一下牵引 还有这一个 你别觉得这太夸张了 才给它打掉顶 它就长得这么快 其实现在正是这个风车茉莉 生长了一个旺盛期 所以是会有这么快的 在它这个生长旺盛期呢 我们这个浇水一定要及时 现在来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缺水了 如果浇水不及时的话 它也会影响它生长 所以在它的生长旺盛期 水肥 然后呢 就是这个光照 如果这些都比较充足的话 它会长起来 飞快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 我发现它的这个土 是比较干了 现在就来给它浇水 因为这个地方 虽然是在露台上面 但是上面的话 我做了一个这个 遮雨的 所以它是淋不到雨的 只能靠我自己去给它浇 大家看到没 这个土石有多干啊 这个浇下去 这个表面的土石会被冲起来 因为我的这一颗风车茉莉是种在这一个花池里面的 所以平时我浇水的话都有所控制 因为这个花池毕竟比较大嘛 其实这样的话反而还不利于它生长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看那个外面的那个花池因为经常下雨 经常是会里面充满了水分 但是那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好 像这一种的话 我又比较怕给它浇水的话 它反而长不好 因为现在正值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水如果不供应上的话 你想它长好是不是比较的难 所以呢 如果是盆栽的话 在它的这个生长旺盛期 又是夏天的话 浇水一定要及时 最好每天去检查一下 像这个风车墨里它还是洗水